好,这是我们CED的第三节课 在我们的第二节课当中呢 我们讲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我们打开我们的笔记 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 首先我们讲到的是我们直线工具当中 角度的一个用法 在这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何来判断角度和如何去输入角度 这两点内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因为直线呢用到的地方很多 在我们的直线的角度当中 直线的角度呢不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所以我们引入到了我们的构造线当中 我们也有机会选择角度中的一个叫做参照命令 这个参照命令呢希望大家呢仔细的理解一下 最后在构造线当中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偏移 就是我们的偏移工具 最后呢在我们的课程快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讲到了修剪工具 也就是来修剪掉我们对象当中一些多余的线条 好,在最后的我们呢 来讲到了原工具 它呢在很多地方都是来给我们确定长度 都是在帮我们来确定长度 好,这时候我们来进入到CED的一个学习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好,在这边呢我新建一个文件出来 首先呢我们来看的第一个工具呢 是我们的原工具 上节课我们也讲到原工具在很多地方呢 都是来帮我们来确定长度 比如说我绘制一个三角形 我随便的绘制一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当中我们就可以通过绘制两个圆来确定这个点 比如说画一个圆出来到这个点上 我再画一个圆出来到这个点上 就可以找到这个焦点 所以呢有很多图形当中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找到某个点的位置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原工具它具体该如何来使用 好,原工具在这边 好,原工具呢我们的快捷键是我们的C字母键 所以我现在直接开始使用快捷键了 因为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我们已经提到了快捷键的这个用法 C字母键 确定 好,命令栏当中给我们的提示呢 是让我们来指定圆的一个圆心 好,我们试一下 随便的点击空白的地方随便点击一个点 拖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圆已经出现了 对于这个圆的大小 当然我们可以给它半径值 或者呢我鼠标右记来选择直径 也可以给它直径值 但是在这边我直接给一个300 现在应该是我们的半径的一种输入方法 而如果说有的人说 那如果别人告诉我的是直径怎么办 因为半径和直径的关系呢是两倍的关系 所以我在这边随便画一个圆 比如说它的直径是555的话 我可以直接用除号键除一个2 现在呢它显示出来的呢 就是我们的半径的输入方法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两种方法 来绘制出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圆的绘制方法 但是呢圆的绘制呢 还可以通过一些特有的点来进行绘制 好就好像我们命令栏当中所提到的这些扩展命令一样 它其中包含了三点的绘制方法 还有我们的两点的绘制方法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点的一些位置来确定我们圆的一个大小 好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我绘制一个三角形 好在这三角形上分别都有三个顶点 我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通过圆工具当中的这个三点命令 来找到我需要的这个圆 好或后面呢我们上节课已经讲到了为扩展命令 我们可以通过鼠标右击来选择这些命令 好首先看到的是三点 选择三点命令之后 当然也就是让我们来指定这分别的圆上的三个点 好指定第一个点点一下 指定第二个点再次点击 再拖到第三个点上再次点击一次 我们看到这个圆呢自动就出来了 当然这个圆肯定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圆了 独一无二的一个圆 好了解了三点之后 两点命令是不是就完全差不多啊 但是两点命令我们选择进去看一下两点 好我们这时候把命令栏当中的内容我们来看一遍啊 他说指定圆直径的第一个端点 这时候我们两点命令他就给了我们一定的局限性了 因为两点之间的距离他一定要保持为直径的时候 你才能用这种方法来绘制 好比如说我在这个点上点一个点 我们拖出来看一下这个圆 这个圆上中间会有一条直线出来 这条直线呢肯定就是为我们的直径 所以放到我的第二个点上再次点击一次 我们看到这个圆是不是就出来了 所以的话在这边两点的绘制方法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只有在满足你直径的条件下 你才能够使用 好这两种方法呢相对来说比较的简单 用的图呢也不是非常的广泛 好在我们绘制机械图纸当中 我们会用到一个非常多的一种圆的绘制方法 这是一种什么呢 有关于相切的一种相切 好相切的话大家肯定应该都要明白 首先相切是什么意思 相切呢是属于一种正好正好碰到我的对象上 只有一个焦点的时候 那才叫做相切的一个作用 好进入我们的命令栏当中 它有一个叫做相切相切半径的一个输入方法 好我们来右肌选择这个相切相切半径看一下 右肌选择相切相切半径 好选择了相切相切半径之后 它就让我们指定圆与对象的第一个切点 好假设我想绘制出这个圆呢 在这两个圆的下方也就在这个位置上 我光标在动的这个位置上啊注意一下 好在这个位置上所以切点的位置的话 肯定也就在这个附近和这个圆的附近 但是切点的具体的位置的话我们肯定是不知道的 具体的位置我们肯定不知道 所以切点在这边我们如何来找呢 我们直接到它的大概位置上 记住了大概位置啊 你不能太离谱 你说跑到上面肯定不可能 所以大概位置的话应该在这个附近 你就在这边点击左肩一次 好再去找第二个切点到这个圆上 也是大概位置点击第二个切点 好点击了现在切点的位置有了之后 你再来输入它圆的半径值 比如说半径是500 直接输入500点击确定键 我们看到这个圆是不是就出来了 明白这种方法没有 好如果还不明白的话 我们再实验一次 我现在把圆绘制在这个上方 所以绘制在上方的话 它的切点位置肯定就在这两个圆的上方 在某个位置上肯定在这边附近和这一边附近 好选择圆工具 右肌相切相切半径 第一个切点的位置在这里 第二个切点位置大概在这边点击一次 输入它的半径 好依然给它500的大小 确定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圆也出来了 所以我稍做 所以呢在这边相切相切半径 就是这一种正好碰到它相切的对象上 好所以这样的图呢 我稍微做一点修改 你就可以看出来 它就是非常的一个平滑的一种对象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边 我稍微的修剪掉了之后 这个对象的过度呢 就是很平滑的 所以当你们看到过度非常平滑的时候 基本上都属于一种相切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一种这一点内容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 了解了我们圆工具的这几种绘制方法之后 我们来看一个它的一个运用 好找到一张图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个图我们看到基本上都是圆 都是圆 当然我们看到只有两个圆对象 其他的好像是圆弧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圆工具 可不可以把它绘制出来 好 首先呢我们要找到的就是 我们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 我们画图我们都说了 我们要开始审题 也就是说我们要观察图像 好 左边的这个圆 直接告诉我们直径是12 这是fire要看清楚 半径的话写的是R 好 我们在这边选择圆工具 好 在这边直接使用快捷键 C字母键 确定 随便找一个点 点击找到这个圆心 拖出来 半径值 也就是六个大小 六个大小 确定 这个圆出来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这个圆的位置 我们看到同一条水平线上 同一条水平线 这边61 这边24 加起来多少 85 所以你可以用直线 所以你可以用直线L 确定 从这个圆心 这个圆心怎么来找呢 光标 往圆上碰一下 记住 碰一下之后 圆心就会自动出来 你放在这个圆心上 点击 拖出来这条线 长度85 85 好 结束命令 找到了这个圆心之后 我们看到这边也有一个圆快捷键 C字幕键 确定 圆心的位置 拖出来 半径是三个 好 画好了这两个最基础的两个圆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图像 在这个图像当中呢 我们看到半径21 27 半径37 31 半径55 半径50 所以这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这几个 要么是圆 要么是圆弧 但是呢 我们看到21 27 31 37 的这四个圆呢 圆心位置我们是可以找到的 好 为什么说可以找到 大家记住了 这种标注方法的话 穿过圆的一种标注方法 它的这个点直接指的就是我们圆心的一个位置 所以既然我们知道了这四个圆的圆心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将这四个圆绘制出来 好 首先 我们来找一下这条线 选择直线 我们把它画出来 好 针胶打开 往左边绘制24的长度 确定一下 再往下绘出10个距离 好 这时候我们绘制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找到了这两个点之后 找到了这两个点 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圆呢 把它这四个圆绘制出来 选择圆工具 圆心在这里拖出来 半径21 再次点击确定键 重复上一次命令 圆心的位置 拖出来 半径27 确定 好 这个圆 这个圆心上的两个圆绘制好了 再来绘制这边两个 重复圆命令 圆心 拖出来 31的半径 确定 拖出来 半径37 好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四个圆绘制出来了 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修剪 这样它呢 看得很舒服一点 选择修剪工具 怎么使用还记得把我们上节课讲到的 直接点击确定键 把下面修剪掉 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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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掉了这一点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图像是不是基本快要出来了 然后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 这边还有一个半径为50和半径为55的两个圆 这两个圆的话我们怎么来绘制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呢 它的一个过渡的地方是不是很自然 非常的平滑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很平滑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想到刚才我讲的用什么方法 可以用到相切相切半径的方法 好相切相切半径分别横那两个对象相切 这边一个圆弧 这边一个圆 半径55 好知道了之后我们来绘制一下 圆工具 C字母键 确定一下 好右击相切相切半径 切点的位置 点一下 大概到这边上方对不对 点一下 好半径55 出来了 好 C字母键 确定右击相切相切半径 切点的位置在这里 点一下 然后呢 切点的位置大概在下面 点一下 半径50 是不是都出来了 出来之后怎么办 修剪一下 好的 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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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把多余的线条我们把它删除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图形 是不是就已经绘制出来 好 这个时候呢 也就是我们原工具当中所讲到的这几种绘制方法的一个运用 好 在这边的话 关掉这张图 关掉这张图 这个运用我们了解了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看一下什么呢 我们原工具啊 他还有一种绘制方法 还有一种绘制方法 我在这边呢 绘制三条线出来 绘制三条线 好 这个时候我们到绘图菜单栏当中 找到原工具 看一下 原型半径 原型直径 两点 三点 相切 相切半径 刚才我们是不是都讲过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 有一个叫做相切 相切 相切 三个相切的一个用法 所以这种呢 属于我们三点相切 好 我们选择看一下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这个圆会自动的 帮我们匹配出来 所以这种绘制方法的话 我们也可以做出来一些图像 好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找一张图 来看一下 好 比如说这张图 这张图的话 我们看到 有一个大圆和 12345678 八个小圆 但是这时候 它只告诉我们呢 这个大圆半径为20 好 我们把它画出来 把它画出来 半径20 画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 这个小圆的话 我不知道它的任何条件 也就是说 我不知道它的圆心位置 也不知道它的半径位置 所以这时候圆心半径的这种方法 肯定排除了 但是我们看出来 这个圆好像都是保持相切的吧 好 所以都保持相切的话 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 我可不可以用相切 相切相切相切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得做出一些辅助线了 好 怎么做 在这边同学们看一下 我用构造线 右击水平 我画一条水平线放在圆心上 我再来一条垂直线放在圆心上 我再来一个角度为45度的一条线 我也放在这个圆心上 好 再来一条角度为负的45度的一条线 也将它放在这个圆心上 这时候我们放了四条 这么几条线放在圆上之后 你们能不能想到用什么方法啦 可以到绘图菜单栏当中 圆工具里面找到这个相切相切相切 好 三个相切点 一个在直线上 一个在这边 一个在这条直线上 是不是出来了 所以其他的绘制方法 好 再来绘制一个圆 相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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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切相切相切 是不是也出来了 所以呢 其他的六个 是不是用相同的绘制方法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将它绘制出来 好 在这边其他几个我就不绘制了 我们就记住用这种绘制方法 将它绘制出来 所以圆工具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希望呢大家也要仔细的看一下 仔细的看一下 好 在这边我们总结一点 总结几点内容 将它写在我们的笔记上 好 首先我们的圆工具 圆工具快捷键还记得吧 C字母键 C字母键 所以第一点 我们当然是直接使用圆心 半径 或者是 或者直径 用这种方法 好 第二种 也就是我们就需要右肌 选择扩展命令 右肌选择扩展命令 分别用哪几种呢 三点 好 也就是任意三个点上 绘制 当然这三个点不能同一条水平线 这个大家肯定会明白的吧 好 然后呢 是我们的两点 但是两点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内容呢 就是两点之间的距离 距离为什么 为直径值 为直径值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好 最后一个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点 叫做 相切 相切 半径 好 这种我们切点的位置 我们注意点 注意一下 切点的位置 是在大概位置上 点击 要在它的大概位置上 当然你不能说跑得太远 大概一下 好 第三点 我们圆的绘制方法呢 我们就要到我们的绘图菜单栏当中 找到 绘图菜单栏当中 我们会找到圆工具里面的一个叫做三点相切 相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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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就是圆的大致的三大点内容 所以这三大点内容 大家等一下分别都去试一试 好 这几点内容 这是我们的圆工具 好 了解了我们圆工具之后 我们接着来看一个我们和圆非常相关的一个内容 叫做圆弧 在这边 好的 关掉这张图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圆弧工具 我们都知道圆弧呢 它是我们圆上的一个部分 是我们圆上面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说我在圆上任意的截取下来其中一段的话 我们看到是不是就是一段圆弧 所以呢 我们的圆弧和圆呢 是相关联的 好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圆和圆弧之后 我们也要判断出你应该用哪一种绘制方法 好 这个怎么说呢 首先我们通过它的方法来看 首先我们看一下工具栏当中的圆弧工具 选择它之后 大家记住了 工具栏当中 我们一般呢 圆弧绘制的比较的少 所以我们工具栏当中 我们一般是任意点击三点 一 二 三 任意点击三个点来绘制出一个圆弧 所以我们在绘制一些随手绘制的一些图形当中 我们一般都是使用这种三点的绘制方法来进行绘制 好的 那么有的人说那我要绘制一些精确的圆弧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最好不要在这边 当然你用绘图工具 用我们的工具栏当中 你也是可以绘制出来的 只不过稍微麻烦一点 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到绘图菜单栏当中点开看一下 我们选择圆弧 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工具栏 是不是帮我们总结的非常的详细啊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三点是不是都在里面 好 这么多绘制方法当中 那有的人说那这么多绘制方法 我具体该用哪一个 其实你们仔细的看一下啊 起点原心端点 你看这个原心起点端点 是不是两个是重复的 只不过是发生了一点顺序上的变化而已 好 这么多绘制方法当中 其实我只要求大家着重要了解的就是我现在指的这个叫做起点端点半径 好 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求大家了解这个 其实你可以自己想一想 我绘制一个圆弧出来 假设我绘制了一个圆弧出来 我会告诉别人什么参数条件 你肯定会告诉别人半径 而且只有半径值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 所以的话这种方法也是我们最常用的方法 好 当然这么多方法当中 我随便的 其他的呢 我就随便讲几个了 因为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比较的简单 好 比如说第一个 起点原心端点 也就是说你去点击起点 再点击原心 最后点击端点即可 好 选择起点原心端点 我来点一下 好 假设起点在左边 点击一个点 再拖到另一个点上 点击 现在我点击的应该是原心 对不对 原心 好 那么接下来我是只要再次点击端点就可以了 但是有细心的同学可以发现 我这个圆弧它的出来 是不是出现在这个下方啊 出现在下方 为什么会出现在下方 这时候你们要考虑一下 有没有发现 它是从起点往端点上旋转的 为什么是这样旋转 好 我把端点先确定下来 为什么往这边旋转 好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圆弧的一个旋转方式属于逆时针旋转 逆时针看出来没有 逆时针 因为时间往这边啊 逆时针旋转 所以这一点内容大家一定要记住 也就是说你在判断它的起点和端点的时候 你应该注意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就通过这种逆时针的方法 好 还有其他的一些呢 比如说起点圆心角度很简单 指定一下起点 再点一个圆心 这里再输一个角度 比如说我输一个180 来看一下180出来的这种 有没有发现我连了这条线 它是通过圆心的 所以呢 这个180度也就是一个半圆 因为一圈是360啊 一个圆是360 一半不就是180吗 对不对 所以在这边 好 其他的一些绘制方法呢 你们自己去稍微的试一下 自己稍微的试一下 都比较的简单 好 我们来看这种很重要的 也是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的 起点 端点 半径 起点 端点 半径 好 并且呢 我们看到在这么多绘制方法当中 只有这个 只有这种是提到的 是我们的半径 其他的都没有 好 起点 端点 半径 好 这个时候我们直接通过一张图形 来和大家讲解 好 这个图大家能看得到吧 首先我们肯定绘制的肯定是这条直线 这肯定是大家都明白的 我直接将这条直线画出来 水平正交打开 长度 100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上面有三个圆弧 半径15 半径50 半径25 都是圆弧的话 那有的人想那能不能用圆画出来 用圆画告诉你半径的方法 有来几种 我们把这个笔记本打开 告诉我们半径的 是不是有圆形半径 对不对 还有我们相切相切半径 只有这两种 圆形的位置不知道 圆又不相切 那肯定只能用圆弧画了 那用圆弧当中 圆弧的绘制方法 只有这种起点端点半径 好 起点端点 现在我是不是扫点 扫点的话 我就必须得将这两个点找到 我们看到这边是不是有一条线 这边也有一条线 并且它告诉了我们角度 好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将它绘制出来 好 选择直线工具 从终点上 拖出来这条线 这你就要关掉 能看出来这个长度是多少吧 长度是50 长度是50 谢不得加小于号 切换了角度上面 角度43 好 这个应该没问题 再来一条线 长度依然是50 谢不得加小于号 这时候角度为多少 43 再加110 153度 好 找到了这两个点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三个圆弧的一个绘制方法 首先来看中间的这一个 来看中间这一个 好 绘图 圆弧 起点端点半径 首先 起点端点 我们必须得判断出起点和端点的一个位置 好 逆时针旋转 在上方 逆时针旋转 这时候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逆时针 所以我们要找到起点应该在右边为起点 好 点一下 然后呢 再去点击你的端点 到左边 点一下 这时候 有的人说直接输入半径 好 输入一个半径 五十 确定一下 出来的是什么 无效 出来的是无效 所以这种方法是操作的一种错误方法 正确的方法请大家注意一下 好 正确的方法请大家注意一下 指定起点 指定端点 这两个呢 肯定是不 就是这样操作的 但是你注意一下 在我们点击的端点上 它会有一条直线出来 这条直线有什么作用呢 你必须得拖动这条线 拖动这条线 好 你大胆一点拖啊 没关系的 多拖一点 没关系 拖到什么程度 拖到当你看到这个圆弧出现了 当你看到了这个圆弧 你再去输入它的半径值 五十 确定 来看一下 这个圆弧是不出来了 明白没有 必须得拖动 好 再演示一遍 绘图 圆弧 起点 端点半径 起点 端点 拖动端点上的直线 直到圆弧出现 输入半径 五十 出来了吧 好的 我们再来看左右两边的 好 先看这边大一点的 绘图工具当中 圆弧 起点 端点 半径 好 起点应该在哪里 是不是应该在这个点上 逆时针呢 起点 端点 拖动 圆弧 好 出现了 半径 二十五 确定一下 是不是又不对啊 所以这个时候 有的人发现了 这个圆弧和这个圆弧 的确我刚才输入的半径是二十五 那么为什么还是不对呢 好 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想象一下 我画一个半径为二十五的一个圆 我在上面切一刀 我在上面切一刀 出现的圆弧肯定是一半大一半小 除非你正好切在它的直径上 对不对 但是现在我绘制出来的是不是比较小的这一部分呢 好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当我们要绘制的圆弧它是大于半圆的时候 这种是不是大于半圆 所以当它是大于半圆的时候 你的半径值应该输入负值 好 再来试一遍 绘图圆弧起点端点半径 起点端点 拖出来半径多少 负的二十五 确定 有没有看到出来了 好 当然这个小的就不用了 明白了没有 一定要注意啊 半径为负值 所以到这边 这个圆弧就应该负的十五 好 绘图圆弧 起点端点半径 起点端点 拖出来半径负的十五 确定一下 明白了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圆弧的一个绘制方法 圆弧的一个绘制方法 所以在这边一定要注意 我刚才讲到的几点内容 要不然你绘制 圆弧是画不出来的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先将圆弧总结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个圆和圆弧的一个运用 好 我先总结一下这个圆弧名领 圆弧 它有快捷键 A字母键 当然我们一般用的比较少 首先呢 我们工具栏当中 工具栏中啊 我们一般呢 使用三点绘制方法 三点的绘制 我们主要的绘图工具呢 是在我们的绘图菜单栏当中找 绘图菜单栏当中 我们找到这个圆弧工具 好 首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知道了几点内容 第一点 圆弧是逆时针旋转出来 是逆时针旋转出来的 然后第二点 也就是这是第一点 我打一个信号 比较的重要的 第二点 我们的一个绘制方法 叫做起点 端点 半径 起点端点半径 好 这个时候我们注意的两点内容 我们回忆一下 首先指定 起点和端点的位置 首先要指定起点和端点的位置 然后呢 我们要拖动 端点上的直线 直到我们圆弧出现 直到圆弧出现 再去输入半径值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自己拖动这条直线 第二点呢 就是当我们的圆弧 大于半圆的时候 大于半圆的时候呢 半径值 要输入负值 半径值呢 一定要输入负值 所以在这边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两点内容 好的 圆和圆弧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圆和圆弧呢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当然 你看到了这个之后 你要知道 如何来判断 它到底是圆工具 还是圆弧工具 好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这一种题目 比较的多 这种绘制的比较的多 好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个图当中 我们看到 基本上都是圆弧 或者直线构成的 首先 我们看到的 应该审题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来 中间的这个肯定是圆 对不对 这个肯定也是圆 为什么 半径知道 圆星也知道啊 所以你可以直接使用圆工具 好 圆星拖出来 半径十个 再来一个大一点的 圆星 三十二 对不对 好 当然 然后我们要找到 这边一个点 这边一个点 怎么找呢 水平线 其实这个点呢 是我们圆上的一个 叫向线点 但我们现在还用不到 到后面我们还会 具体的讲到 好 我们先用简单的方法 直线 画出来这一条 好 画出来这一条之后 我们看到 这边是圆弧还是圆 你们能不能判断出来 好 怎么判断 就用我们的排除法 就用我们的排除法 好 排除法怎么来排除呢 首先 这个点 和这个点 我们知不知道 这个点 我们是知道的 对不对 好 当然这个点呢 我们也可以找得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好 就比如说 我们如果能不能用圆吧 圆的话 告诉我们半径 圆星知不知道 圆星的位置不知道 那么是不是相切 也不是相切 那么只剩下圆弧了 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点的位置 怎么找 这条线和这条线 是不是偏移了78个距离值 我可以用构造线 右肌 偏移 78 确定 把它偏移下来 然后这边一个15 什么意思 从我们这条垂直线上 再次往左边 偏移15个距离值 好的 画出来 构造线 右肌 偏移 偏移多少呢 15 好 把它偏移出来 偏移出来 这就是不找到了这个点 找到这个点之后 我就可以使用绘图 圆弧 起点 端点 半径 起点 在这边 端点 在这边 对不对 逆时针啊 拖出来 看到圆弧了 输入半径 100 是不是出来了 好 然后呢 这两条不要的线条 我就先把它删掉了 不影响我们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边 这边的话 半径是10 半径是15 能不能用圆弧了 圆弧的话 半径的方法 只有一种 叫做起点 端点半径 起点端点半径的话 那么起点的位置 你知不知道 起点的位置 起点 不知道吧 端点 也不知道 但是很多同学 西星的同学 应该会发现 这个过度 是不是很自然 很平滑 好 过度很自然 很平滑 你的第一反应 就应该是相切的状态 但是这一个圆 是不是和它相切 能看出来 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相切的对象 在哪里 有的人讲是它 这个圆是不是没有啊 没有的话 怎么办 这边是不是有一条 5的直线 可能它没画出来 但是你应该能想得到 好 这条5的直线 所以我用构造线 右肌 偏移 距离值五个 好 把它偏出来 偏出来之后 也就是说 我的这个圆 它是和大圆 和这条直线 保持相切的 好 圆工具 右肌 相切 相切半径 切点的位置 这条线上面的位置 也就是切点 半径值为10个 是不是画出来了 好 那么到下面的这个圆 就简单了吧 和这个圆相切 和这条线相切 圆 LG 相切 相切半径 切点的位置 线的位置 18 确定 出来了 然后呢 将线条 删掉 修剪一下 剪掉 剪掉 好 这边 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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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我们是不是看到 这个图就绘制出来了 能不能明白 这个就是我们当讲到的圆弧和圆的一个运用 主要使用什么方法呢 排除法 一个一个的排除之后 剩下来的就是你需要用到的 好 这个呢 我就不多讲了 不多讲了 大家在练习的当中会发现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来找我 可以直接问我 好 关掉这张图 我们来看新的一个知识点 新的一个知识点 好 这个知识点的话 叫做多段线 多段线 好 为什么我一下跳到这边来呢 因为这个多段线的话 它也是有一定的运用的 多段线 好 选择多段线之后 先随便的绘制一个出来 诶 有的人发现了 我不是在绘制直线吗 怎么变成了多段线呢 好 直线我来绘制一个 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啊 一模一样 但是在这边 为什么会是一模一样呢 因为多段线 它有一个特点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特点 光标放在上面 点选一下 有没有发现 所有的对象都选中了 而直线呢 点选一下 是不是只有这一段线条 只有这一段 只有这一段 只有这么一段 所以呢 其他的对象绘制出来 都是一段一段的 而多段线当中 我们绘制出来都是一个整体 都是一个整体 好 这一点内容 就是它多段线的一个特点 而多段线当中 除了能够绘制这样的线条之外 我们看一下 选择多段线 指定起点 它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命令 我们看到 当然指定下一个点 就是我们来绘制直线了 我在这边就不演示了 好 在我们中夸号里面 还有一些 圆弧 半宽 长度 放弃和宽度 在这边的话 圆弧 在这边 长度和放弃 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长度嘛 也就是长 长短的一个距离 放弃的话 也就是像我们所讲到的撤销 撤销 在这边主要来看一下 圆弧 半宽 和宽度 和宽度 好 半宽和宽度 就好像我们半径 和直径的关系 半宽呢 是宽度的一半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看 圆弧和宽度 好 圆弧和宽度 先来看圆弧 首先 我们在这边 多段线当中 绘制的圆弧呢 我们一般以半圆来看 一般来看半圆 所以半圆的话 它存在了四种方式 哪四种 我们进入到 右击 圆弧命令当中 好 进入到了这个圆弧命令 我们直接不用管它半径 我们直接看这个方向 看这个方向 好 因为其他的都和圆弧 绘制方法一样 我就不多讲了 我们来看这个方向 方向是什么意思 右击 选择方向 好 选择了方向之后 它让我们指定 圆弧的起点切项 什么叫起点切项 好 绘制一个出来 我先绘制一个90的 起点切项 好 绘制出来 为什么90是这样子 我的起点在这边 起点切项 也就是说 在我的起点方向上 做一条相切的直线 是不是应该这个90度 明白了没有 就是这样的90度 这个这条线 是不是正好和它相切 就是90的情况 所以呢 这条这种圆弧怎么绘制 好 再来看一遍 直定起点 右击 圆弧 直接选择方向命令 右击 方向 上方的呢 圆弧为90度 为90度 看到没有 90度 是不是在上方 好 然后圆弧的端点 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这个圆弧的直径值 好 比如说直径为100 确定一下 结束命令 我们看到这个圆弧 是不是出来了 起点切项 应该是起点 相切的这条直线 应该是90度的 对不对 好 那么到了左 再到左边来看一下 多段线 起点的位置 拖出来 右击 圆弧 再直接选择方向命令 方向命令 好 起点切项 左边 是不是圆弧在这边 切项 是不是应该是 这条水平线 所以那就是180 那看一下 出来了吧 圆弧的端点 也就是长度 100的距离值 结束 所以起点切项 左边 也就是180度的 这种情况 起点相切的这个 好 那么很多人都能看出来 下方是多少了 下方是不是应该 竖着这条线 270 到了右边呢 横着的这条线 360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 多段线 多段线 起点 右击 圆弧 右击 方向 下方 270 出来了吧 长度值 也就是这条线的长度 它的直径100 结束 好的 这条线 270 到了最后一段 多段线 指定起点 拖出来 右击 圆弧 右击 方向 这个切向水平的 360 好 长度 100 画出来了 结束命令 好 这时候四个方向上的多段线 是不是画出来了 其实很多人细心的同学应该能发现 你把这四条线连起来 是不是就是一个坐标啊 上 左 下 右 上面90 左边180 下面270 右边360 上 左下 右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一个坐标 能明白的吧 好 这个呢 坐标只要记住就可以了 上 左下 右的一个方向 当然大家还要注意一点内容 这也是有的人画多段线啊 老出老出出现的一个 他画了一个圆弧啊 比如说右击 圆弧 好 方向在这边 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看到 绘制了一个方向 是不是在我们的下方 也就是我们的2007的状态 但是有的人结束命令啊 有没有发现 点确定键 结束不了命令啊 命令结束 没办法结束 为什么没办法结束呢 我现在在绘制什么 在绘制的是圆弧 绘制的是圆弧 所以你必须要拖出来的时候 你必须在你的光标上 能看到这个圆弧的时候 一点确定 才能够结束 明白没有 要不然的话 你是结束不了 这个多段线命令的 在这边 大家听到了之后 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一点内容 注意一下这点内容 明白没有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圆弧 能明白的话 记住这个坐标 如果实在不明白 大家把这个坐标 这个图形画出来 仔细的想一想 不明白的话 你再来问我 没关系 好 这时候我们了解了 多段线当中的圆弧之后 多段线当中 指定完起点之后 还有一个叫宽度 宽度指的什么 我画一条线出来 指的就是这条线的粗度 它有多粗 好 当然我们宽度的话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起点和端点一样宽 那么这条线就一样粗 如果起点和端点不一样宽 那么它有可能是一个梯形 有可能还会是个箭头三角形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多段线 指定起点之后 当然现在我要选择的是这个宽度 命令 右击来选择这个宽度 好 这次我们看到 它我刚才讲到的起点宽度 比如说 假设一下 起点宽度 给它一个20 确定 端点宽度 当然我们看着命令栏来操作 指定端点的宽度 比如说端点 我也给它一个20 确定 起点端点一样粗的时候 这条线是不是一样啊 然后呢 起点端点的大小给了之后 指定下一个点 也就是说这条线的长度值 比如说100的距离 是不是就绘制出来了 这条线很粗 对不对 好 再来多段线 指定起点 有没有发现你指定的起点 直接就有宽度值 这个宽度多少啊 命令栏当前宽度为20 当前的宽度为20 什么意思啊 刚才我设置的20 是不是成为了我的默认值 对不对 好 右击来选择宽度 我把它改掉 现在我把它的宽度改成40 确定 好 端点的宽度给多少呢 我给0 0是什么意思啊 0就是没有宽度 我的默认的线条 确定 有没有发现是一个尖的 长度多少 长度给它50 给它50 有没有发现是一个箭头啊 好 假设我把它们两个移到一起去 移动工具我们还没讲到啊 没关系 移到一起来 有没有发现就是一个箭头 就绘制出来了 就绘制出来一个箭头 所以在很多 如果大家是学了想做家装的话 里面会有一个方向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多段线的箭头来表示 明白没有 就可以用这种箭头 多段线 好 在这边刚才呢 我引入到了一个这种箭头最后的宽度为0 对不对 还记得吧 好 为什么宽度为0呢 在这边默认的宽度啊 默认的宽度都是为0个大小 默认的宽度都是为0个大小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它没有宽度 它的宽度只为0 好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习题 这个图是不是很简单啊 刚才是不是就绘制了一个 所以指定多段线 好 起点 拖出来 右肌选择宽度 好 起点的宽度多少 10个 端点呢 我们还是这个点 还是10个 先绘制出一样长的 长度呢 还是10个 好 指定起点 指定端点 指定它的长度 就OK了 箭头 刚才的绘制都记得吧 右肌 再来重新指定宽度 现在的宽度了 20 好 箭头 最后没有宽度了 0 长度值10个 绘制出来了吧 好 这边这个图 是不是很简单 都是起点端点一样宽 长度 起点端点长度 起点端点长度 好 很简单 这个图我就不花了 好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图呢 稍微要复杂一点了 对不对 好 首先我们看到 在这边有一个圆弧 有一个圆弧出来了 有一个圆弧的话 有的人就要想了 我是先指定圆弧 还是先指定宽度 为什么要这么问呢 因为你的圆弧和宽度命令 都是在一起 你到底先选谁 好 在这边大家注意了 你要先选择宽度 要先选择宽度 因为你先要指定 你这条线的一个样式 再画出来 好 右积宽度 起点的宽度多少 零 端点呢 在这边 十个 然后好 这一种形式 然后再把它弯过来 所以再选择圆弧 右积 圆弧 记得吧 好 再选择方向 这个切项多少 下方 上左下右 好 两百七 长度呢 长度五十 来看一下 是不是画出来了 对不对 好 画出来之后 再接着绘制下面呢 绘制这一段 这一段的话 我们看到 我们是不是圆弧命令啊 所以我们要画的是直线 所以命令栏当中 会有一个叫做直线的 跟我们选择 我们来右积 选择这个直线 选择了直线之后 我们发现宽度不一样 怎么办 重新指定宽度 再次选择宽度命令 好 起点宽度五个 断点宽度还是五个 这时候是不是回到我们的第一张图了呀 好 长度八个 这个时候就简单了 再次指定宽度 宽度十五 宽度零 长度十个 出来了吧 所以呢 跟着命令栏的来选择 或后面的右积选择 这个图是不是就出来了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多断线 多断线 当然首先你要记住 它是一个整体 好 了解了多断线 我们工具栏当中的一个用法之后 我再多讲一点内容 我再多讲一点内容 我们如何啊 因为有的人画机械图纸啊 画机械图纸当中 他要求的是你画出来的图形呢 要是一个整体 但是有的时候你一会儿画这种线条 一会儿画另外一种线条 你不得不结束命令 好 在这边比如说画一些直线 我再来加一个圆弧 我再来画一条直线 这时候这些线条你画出来肯定是单独的线段 那怎么将它合成一个整体呢 好 这个命令呢就比较特殊了 不是工具栏当中 在我们的修改菜单栏里面 修改菜单栏 点开 找到这个对象命令 选择多段线 选择多段线 好 你选择了这个多段线之后啊 你看一下命令呢让你干什么 让你选择多段线 但是我们刚才画没有画一个多段线啊 怎么办 没关系 你随便选一条 随便选一条 他就会问你 要不要把它转化成多段线 我肯定要啊 我的目的就是把它转成一个整体 所以你直接点确定 因为Y的意思是yes啊 好 直接确定 然后呢 合并我的对象 选择合并 合并哪些 这些是不是都要合并 全部选中 全部选中 点击确定界 好 是不是又出来这个 他问你要不要再操作了 好 不需要了 结束 好的 这时候你选一下看一下 是不是一个整体 明白了没有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将这些单独的对象 合并成一个整体 好 比如说呢 我再把它拆掉 用我们的分解工具 后面我会讲到的 好 拆掉了吧 拆掉了 好 修改 对象 多段线 选择其中一条 直接yes y 选择合并 把它们合起来 确定界 好 再次结束命令 对象呢已经成为了一个整体 明白没有 这就是将我们的多段线 和将我们的单独的线段 合并为一个整体 就是这么来合的 好 所以多段线里面的内容呢 相对来说 比较多一点 好 所以呢大家 仔细的回忆一下 我们一起回忆一下 总结一下 多段线 快捷键呢 快捷键呢 是PL 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注意的是 它绘制出来 是一个整体吧 好 是一个整体 好 第二点 也就是我们的扩展命令当中 我们右击选择的命令 选择有哪些 第一个圆弧 圆弧 好 我们选择圆弧后 直接右击选择 我们的方向命令 直接选择方向命令 再进行操作 好 这时候呢 有四个方向 我来写一下 上方多少 多啊 90 也就是上左 下右 左 左边 180 下方 270 右边 360 上左下右 大家记住了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的宽度 宽度 这个宽度呢 指的是起点和端点的宽度 起点和端点的宽度 绘制方法呢 很简单 指定 也就是我们指定起点和端点的宽度 再去输入它的长度值 再去输入长度值 但是你要注意一点啊 注意一点 我们注意一点内容 注意一点什么呢 也就是在我们圆弧 圆弧中有宽度的话 圆弧中有宽度的话 你要先去指定宽度 先指定宽度 再绘制圆弧 好 当然还有我们的第三点 我们将 将线段 合并为 一个整体 当然用到的 当然用到的是我们的那边 修改命令栏 修改菜单栏当中 修改菜单栏当中 我们选择的一个叫做 对象找到这个多段线 当然后面的一些内容 你们自己去看一下命令栏 进行操作 在这边就不写了 在这边就不写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多段线命令 多段线 好 我们这节课呢 我们就多讲一点内容 多讲一点内容 因为这些呢 都是和原有一定的关系 和原有一定的关系 好 把它都讲一下 再讲一个命令 可能时间会长一点 好 关掉这个图 这个都明白了吧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 我们的正多边形 正多边形 正多边形 我为什么说跟原有关系呢 我在这边 首先先绘制一个正多边形出来 好 大家先不要管我是怎么绘制的 我先看一下啊 好 来看一下 现在呢 我绘制了一个圆和两个六边形 正多边形是什么叫正多边形 每条变相等的多边形叫正多边形 好在这边正多边形呢 我们在数学当中 我们老师就跟我们提过 一种叫做内接语言 一种叫做外切语言 好 所以这时候是不是和原有关系 明白了没有 好 什么叫内接啊 在圆的内部首先 然后呢 每个角点都是和圆相接的这种 还有一种呢 外切 我们看到 在圆的外面 每条边都和圆相切 这就叫外切 好 内接和外切这两种呢 我们要首先能够判断出来 你要绘制的是内接还是外切 当然如果有圆存在的时候 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圆里面的就是内接 圆外面的就是外切 好 当然如果没有圆的时候呢 怎么判断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就啊 我要告诉你们的这种方法 好 首先你来选择六边形 先看一下它怎么绘制啊 选择正多边形 你首先你要告诉他 你要绘制几边形才行 好 假设我还是画六边形 好 六边形 有了 再来指定它的中心点 什么叫中心点 也就是说这个圆的圆心 当然我们这个圆是隐藏的 我们是一个虚拟的 我们看不见 其实这个中心点也是我们这些角点 对角点啊 相交相连之后 相交的这个点 这个点 好 假设在这个地方 好 现在我先以类接于圆的形式 画一个出来 好 我们看到这个六边形出来了 出来之后 大家要注意一点什么啊 我们看到是不是有 由一条线来控制这个六边形的大小啊 好 这条线 这条线是什么意思 看命令当中的 圆的半径值 所以这个时候圆的半径就来控制它大小 那么这个半径出现在什么地方 圆心到角点到角点 所以圆心到角点为半径的话 这个时候它就是内接的情况 明白没有 圆心到角就是内接 好 比如说距离值为100 出来了 我们可以到这个图当中来验证一下 圆心到角点的距离等于半径 对不对啊 对的吧 它就是内接的情况 所以到角就是内接 那么我们不换六边形 我们应该也能看出来 外切的话就应该是圆心到边上的 中点的距离为半径值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来验证一下我们的观点这么正确啊 六边形 多边形六条边 中心点 外切 拖出来 有没有看到这条线的位置变了呀 变到中心点到边的中点上面 明白了没有 就是通过这一点 好 比如说半径还是100 画出来 这两个半径都是100的呢 是不一样大的 所以你首先得判断出来 它是内接还是外切的情况 好的 再回忆一下 到角的是内接 到边的是外切 好我们来看一个图形 这个图 在这个图当中我就不全部绘制了 好这个 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半径是11.5的这个圆 中间呢有一个六边形 这个六边形我们要判断 它是内接还是外切的情况 为什么呀 因为没有这个圆呢 看不到圆 这个圆和它没关系的 所以怎么来判断 好 仔细来想一想啊 我们看到它给我们的已知条件 这边是不是一个14的距离 14是哪边的距离 就是上面这条线到下面这条线啊 所以的话 我也就是说我中点过来 是不是14的距离 14 所以我中心点 中心点到边的距离的话 是不是就是7个距离值 7个距离值 所以中心点到边的一个距离 应该是哪一种外切的情况 应该就是外切 好的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正多边形来绘制一遍 正多边形指定它边的数目 好比如说六条边 六条边 好中心点应该在哪里 是不是应该是这个点上 好 然后呢外切拖出来输入它的半径 7 确定 是不是出来了 明白没有 就是通过这种方法 好 这个呢就是判断它的方法 通过以知条件 判断中心点到脚 还是中心点到边来判断 明白了没有 好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个图形 好 我们来看这个 首先半径为11的一个圆 半径为11 三角形 就不用我多讲了吧 好 正多边形 三条边 确定 好 放在圆心上 内接拖出来 半径多少 半径11 确定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这外面是不是六个五边形啊 但是其实你仔细看 其实这里面是一个六边形 你首先呢要将这个六边形画出来 好 正多边形 六条边 中心点 位置不变 外切 对吧 好 然后呢 半径是多少 半径是11 确定 出来了没有 出来了 但是有没有发现有点不一样啊 这种是水平的 而这种呢 是垂直的 好 所以这一点也就告诉我们 如果你直接输入半径值的话 它的正多边形是永远保持水平的状态 那么对于这种我们应该怎么来画 好 当然我们都知道 你除了可以输入它的半径值之外 你是不是还可以捕捉某一个点啊 好 正多边形 六条边 六条边 确定 中心点的位置 外切 拖出来 我们拖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这时候我往水平这边放是不是可以了 这边呢 你可以放在这个垂直上 当然呢 一般我们可以到对象捕捉 右击 设置 一个什么点呢 向线点 向线点 把这个向线点打开 这个向线点是什么点啊 什么意思啊 是我们水平 水平 垂直 垂直 水平和垂直上的四个点 也就是我们正交状态上 圆上的四个点 就是我们的向线点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捕捉水平方向的向线点 水平方向的向线点 是不是就可以了 放在这个点上 点一下 六边形出来了 好 那么外面的这六个五边形的话 我们怎么来绘制呢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到圆形的位置 首先我就不知道了 也就是中心点的位置 那么 半径的距离我们也不知道 那怎么办 好 我们可以想到正多边形的话 它每条边都相等啊 这条边的长度 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得到六边形的长度 好 我们可以选择正多边形 先指定它的边数五边形 来看一下 这时候我们除了可以指定中心点之外 是不是还可以有一种叫做边的绘制方法呀 对不对 这个边的绘制方法是什么意思呢 右击边来看一下 好指定它第一个端点 我到这边点一下 然后你看一下 是不是可以直接拖出来这个六边形 五边形 你只要拖到这个点上 再次点击一次 出来了没有 明白了没有 好正多边形 五条边 右击选择边的绘制方法 右击边好放在这个点上 拖出来 拖到端点上 OK 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没有 好这个就是正多边形当中 可以还可以通过它边长 通过它的边长来绘制 懂吧 一种是中心点 一种是边长 所以呢 这个就是正多边形的一个绘制方法 明白没有 好我把它总结性的写一下 总结性的写一下 正多边形 快捷键呢 是POL POL 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指定边的数目 它有几条边 好第二点内容 第二点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中心点来绘制 通过中心点 通过中心点呢有两种 一种呢叫做内接语言 一种叫内接语言 一种叫内接语言 内接语言 还有一种呢叫做外切语言 好怎么判断内接 中心点到什么地方到脚点的位置 到脚点的距离啊 为半近似 这就是判断方法 这就是判断方法 好外切呢 它就是我们的中心点 到什么地方到边的终点上 到边的终点上 到边的终点为半近值 好 好 还有一种绘制方法 当然我们就需要右肌 选择这种边的绘制方法 也就是通过它的边长 好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边的长度 或者说是边上两个点来确定 好 这就是我们正多边形当中的一个绘制方法 中心点还是来选择边 明白没有 所以在这边 我们呢 这些题目都可以在我们的作业当中找到 我们的第三节课里面的内容 第三节课里面的内容 好 这节课的内容呢 我们讲的比较的多 讲的比较的多 所以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呢 一定要仔细的练习一下 好 在这边我们分别讲到了圆工具 圆弧工具 多段线 还有正多边形 好 相对来说 圆和圆弧工具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工具 所以大家呢 在练习的时候 请注意一下 圆工具和圆弧工具 明白没有 好 在这边我们这一节课的内容呢 就讲到这里 好我们下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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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